台中市十方企能中心在去年开幕的共好咖啡厅 受到疫情影响着营收锐减 趁着餐厅休息日的空档 老师就带领了学员们来制作天然的洗碗精还有面包等等 要培养这群慢飞天使技能 并且透过意卖来增加收入 弥补疫情期间餐厅的营运亏损 细心搅拌着凉杯中的盐巴 用心萃取天然柑橘和芦荟 这也是台中市十方企能中心的小座所 受疫情影响 去年开幕的共好咖啡厅营收锐减 尽管客人不上门 学员也没闲着 趁着餐厅休息日的空档 在小座所分组学习 这边制作天然洗碗精 那边烘焙面包 要用行动力争取更多支持 立抗疫情餐厅胆机 我们说我们有原液 原液的一些原物料 它可能就是用在这些产品上面 像这个就是 然后他们除了做一些 生活上的这些东西以外 我们其实也做一些夜拓包 夜拓包 然后像那个夜拓的盘子 然后包包这样子 然后其实也做家事罩 共好咖啡的一个 这样子欢迎大家来喝咖啡的一个咖啡厅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整个营业的收入是大大的减少 一天其实有时候甚至都只有 七八百块这样子的一个营业收入 老师在一旁耐心引导 学员们彼此分工合作 这一步步你我看似简单的动作 对这群漫飞天使来说可是相当不容易 要透过反复练习才能完成 透过这些洗碗精的制作 他们就学习到很多一些 包括动作职能的训练 不但能够有一些产职 对他们的整个技能的帮助 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学员说了一句有成就感 这坚定的声音背后是付出了满满的努力 才换来的 手作商品不仅让学员们培养技能 透过意卖减少疫情冲击营收的困境 而认购他们的手作商品 是对漫飞天使最实质的支持 是对漫飞天使最实质的支持